7月29日,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胎,蒙帅酷三姐弟迎来十周岁生日。 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为它们举办了隆重的庆生活动。 2014年7月29日凌晨,大熊猫妈妈菊孝在广州陆续诞下三只大熊猫幼崽。 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胎宣告诞生。 十年飞逝,蒙帅酷三胞胎在保育员们的精心呵护下已经成年。 但这两位弟弟依然孩子气十足,困了就睡,睡醒就吃,睡姿无所谓,吃得倒狠挑。 怎奈这清澈的大眼睛,中年发福却不被嫌弃的身材,谁也无法抵挡。 随心所欲任性十年,轻轻松松收割无数宠溺和惊叹。 现场有珍爱粉丝为了给三位明星庆生,自己设计了许多周边产品。 锦旗、海报、背包、时尚与食用兼备,一早赶到动物园来表白。 都是我们自己去设计去做的,对对对,就是我们蒙库帅都会有一面特殊的景旗,对。 然后呢,景旗到时候我们会看一下奶爸奶爸有没有兴趣,我们也会送给他们,对。 盛大的生日会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,大家都被明星迷住, 两兄弟随便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惊呼。 大家都急切地享受这黑白萌宝的超高颜值,但只有一手把他们带大的保育员, 才知道这其中饱含多少宝贵的记忆和不分日夜的辛劳。 比如说刚刚开始出生时,三宝,因为呢,刚刚有两只拿到鱼鱼箱中, 因为还没有吃上粗乳,所以呢,他要来回的挣扎, 那这个时候呢,为了安抚两只宝宝, 所以呢,我是从凌晨三点多钟,刚开始是捂着一只, 到凌晨四点多的时候,开始捂着两只, 一直捂到了下午两点多,就是说踩上那个出乳, 胃上出乳,一宿的煎熬也没有睡, 那时候呢,也是精神高度脊脏, 又是呢,又是其他人不可以随意进出的一个地方, 所以呢,煎熬的捂着他,也不敢往下坐,也不敢走开, 那那个时候呢,当时没觉得太煎熬,也就挺过来了, 过后想一想,是什么毅力使我能够坚持下来呢? 其实就想,一定要保他们平安。 相比于弟弟们那边的热闹, 大姐萌萌这边要安静得多,蛋糕也小得多, 因为这位姐姐在一个多月前, 已经正式当上妈妈了, 弟弟们的孩子气在这位妈妈身上已经, 好吧,世界上的妈妈都一样, 总有不想带娃的时候, 保育员为小萌萌体检,测量各项数据, 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萌宝, 就好像贪睡的小婴儿, 任保育员摆布,但又猛力爆表。 萌宝现在母性是越来越强,慢慢培养的嘛, 萌宝呢,也现在开始造妈,废妈的那个阶段了, 吃不饱要叫, 舔不好要叫, 睡姿不正确不舒服要叫, 那这个呢,母女两个是相互的折腾, 那今天体检呢,萌宝的体重呢, 从刚刚出生的178克, 那现在呢,变成2019.8克, 已经4斤多了, 长得呢,也非常强壮, 但是目前41日里面, 她还没有睁眼, 可能呢,随妈妈了, 妈妈51天才睁的眼。 其实呢,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愿望, 如果说将来萌萌做外祖母, 我还有机会去捧着萌宝的孩子, 那对我来说是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。